策展人 能跟我們描述一下策展人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職業 我經常有一個比喻 我覺得策展人有點像廚師 因為他其實是要了解和尊重每一種食材 然後給他最好的呈現 因為我們講到你有多重身份 你有策展人 然後藝術的評論家 還有作家 那麼在這些身份當中 你自己最偏愛的是哪一個身份 我覺得作為作家 如果能活到90歲 我會寫到90歲 這是從小數幾歲就認定的事情 我相信閱讀給人自由 我相信自由給人閱讀 就是像母法書一樣 你打開你就可以衝向每一個世界 我是第一次來到碧莹美術館 所以這也是你眾多策劃的展覽當中的其中一個 是 但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展覽 因為它是一個感性的對話 是文學和藝術的對話 然後我們邀請了中國的13位藝術家 和杜拉斯進行對話 所以我知道這也是比較特別的 您把這個文學和藝術來做一個結合 那其實跟你自己的身份也有關聯 因為您又是一個作家 又是一個策展人 所以怎麼會想到策劃這樣一個展覽 這個念頭很久了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文學 又很喜歡藝術 我覺得這些很敏感又很犀利的創作者們 他對這種人生的命題 一直是有深刻的思考 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共振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覺得在我們當下的時刻 特別需要他們一起來啟發我們 然後13位藝術家 他用一種視覺的 或者說是那個影像的 或者說是裝置的方式 然後把他們的生命書寫出來 而杜拉斯 然後他用一生去寫了很多的書 也拍很多的電影 我覺得在這某種意義上 杜拉斯是我們第14位藝術家 是 像這裡下面我就選一些 他們在杜拉斯的寫作當中 寫作就是處之 如果引用杜拉斯的話 其實任何一種表達都是一種處之 是靈魂對靈魂的處之 在這裡的話我選了這句話 晚上寫到一定程度 是手帶著你在寫 是可能上帝指著你的手 私如泉勇的時候 對 其實是我的手在寫 不是我在寫 這是周厚賀的作品 叫《真奇貴》 《真奇貴》就是他收集了 在他的人生當中重要的那些物件 我相信每個人其實都有 這麼一個真奇貴 我覺得這是一個人 他的靈魂想像 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生命當中 列出50件能夠代表自己肖像的東西 所以這裡我挑的這句話是這樣的 我專門寫作時 一切都在寫作 處處都是文字 這切都是文字 哇 彷彿置身於杜拉斯的書房 那剛剛講到這個寫作用的是 藍黑墨水 所以是你今天穿的顏色 那我今天恰巧就穿了杜拉斯的綠 對 是 然後你看我們的書 這是杜拉斯傳新出的 然後 我的生活並不存在 所以 我們有句話就是說 叫 我們不是共年所見的 乃是共年所不見的 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 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對於大多數的普通觀眾來講 我們可能看到的首先是作品 然後會去了解那個藝術家 但對於策展人 有的時候可能會被忽略 甚至是策展人 更像一個幕後的工作者 那能跟我們描述一下 這個策展人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職業呢 我經常有一個比喻 我覺得就是策展人 有點像廚師 對 因為他其實是要了解和尊重 每一種食材 然後給他最好的呈現 對我來說 藝術家和藝術品 他其實是最好的食材 精神食材 然後把他們帶給觀眾 其實我覺得在一個展覽的 一個構成當中 策展人是起到一個 非常非常關鍵的 這樣一個作用 那你在跟藝術家交流的 過程當中 你會如何去做 這樣的一種選擇 以及說 怎麼去跟藝術家相處 這個其實真的很看頻道的 就是你會不會跟他共振 就是我會偏愛那些 一下子就會有共鳴 就是共鳴共振的藝術家 因為我覺得跟藝術家的相處 就像如師如有 互相是老師 也互相是朋友 互相激勵 你必須要給到對方一些刺激的 有時候是鞭策 但有時候是營養 然後有這樣子的這種關係 是我覺得比較理想的 策展人跟藝術家的關係 那我也知道你在疫情期間 其實是策劃了 也是首創啊 這個紙上的一個展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可能沒有辦法去 這個線下去看展 所以當時是怎麼有 這樣的一個策劃的思考 前段時間是 思考過這個問題 藝術在這種情況下 還有沒有用 然後其實我也有這個 抱著這個疑問 去和這些藝術家們交流 後來整個過程 就是再一次覺得 策展人其實很幸福 藝術家會給你很多力量和養分 比如說定義老師 我們上一期的嘉賓 對 他就跟我說 創作呀 只有創作你才能 用你的思想和作品 給世界一個回應 我就很感動 因為他在回答我的時候 其實是在五月份 他的父親剛剛過世的時候 但他就投入在每天的創作當中 我就覺得 好的我要振作起來 所以就是當時邀請了 就是十二位藝術家和詩人 一起來回應 因為其實我覺得 疫情 包括現在人類 都在面臨一個很大的危機 是 包括環境啊 然後包括很多的價值觀 之間的一些衝突 那在這個時候 然後藝術其實是一種解藥 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 對 其實您剛剛講到 我們最後的那個藝術家 就是講到那個 張鵬毅 對所以其實在這個系列裡面 其實也很打動我的 就是對於 螢火蟲的這個比喻 那我是把 蔣鵬毅的這個作品 歷史諒解了大海 然後和那個幼暗之愛 然後放在了最後 最後一個回應 然後為了給大家鼓氣 所以就最後放了這個 螢火蟲的這個 創作 它特別打動我 因為它的就是 創作方法是 讓螢火蟲在一個 放了就是底片的暗箱裡面 然後在裡面飛舞 雖然很微暗 是微光 但最後螢火蟲 它會留下它的生命之光 在某種意義上 我覺得像你這樣 就是我們可能每個人 都是一束微光 但是當我們努力的去發光 然後甚至是抱團去發光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對這個世界 產生一些改變和影響 是的 就我覺得也是藝術 能夠帶給我們的力量 對 在一起的話就是 很明亮的光 是 歐奇蘭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那藝術扎根在城市 它必然也跟這座城市的文化 是緊密相連的 那你覺得 縱觀那麼多藝術的博覽會 包括所營造的這樣 在城市當中 這種藝術氛圍 就是 你覺得藝術跟上海這座城市的 一些內在的聯繫在哪裡 我們就是以現在我們所在的 這個西安一博會為例子好 你在這裡你就會感慨 上海是世界的上海 就是說 世界的最頂級的藝術作品 你在這裡可以感受到 然後我覺得藝術跟城市 就像這個城市的空氣一樣 它像一種香氣 然後這個香氣能夠滋養人 讓人心情愉悅 它是一種精神力量 所以說 什麼樣的城市 它就會運用什麼樣的藝術 而什麼樣的藝術 它也可以滋養什麼樣的城市 那對於上海這座城市 今後的 特別是在藝術方面的 一種發展 你自己有什麼期待或者是展望嗎 有啊有啊 一方面我希望就是說 繼續上海作為一個國際的平台 讓中國與世界相遇 第二就是我希望就是上海能夠讓更多的 中國當代藝術家能夠去走出世界 然後成為一個真正的代表中國的 然後獲得全世界的目光 而這裡是個最好的平台 我喜歡這幅畫裡的距離感 是 就它離你很遠 它觀察你 就是自畫像很迷人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面鏡子 很多面的鏡子的反射 這個也是生活在上海的一種幸福 就是可以在上海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一些原作 那說說你跟吳飛騎的淵源好嗎 因為就是很幸運 就是收到了這個吳飛騎美術館和藝術家 Antoni Gomerle的邀請 然後當時他在吳飛騎美術館做了一個展覽 作為當代藝術家 在這樣一個以古典 然後這種經典作品為特色的一個美術館當中 我覺得他創了一個當代和經典作品之間的對話範式 所以很幸運能夠一起加入到 這樣子一個研究的過程當中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我學到了很多 因為像我們看他的這個展覽 就是自畫像 他其實是關於一個其實本質的哲學疑問 就是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 我要到哪裡去 我為什麼活著 對對對 就是自畫像其實關於對自我的一個觀察和凝視 然後在Antoni Gomerle的這個在吳飛騎美術館的展覽當中 他其實也讓人回到自己的本質 就是看我是什麼 不單單是我是誰了 而是人是什麼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感覺 其實我們是共通的 就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 人的處境是相近的 然後我們是在共同存在著 然後在歷史場合中 在時間的場合中 最後人個人是相通的 其他我們來到這個上海圖書館的東館 這也是今年9月剛剛落成的一個新館 彷彿就是有一種呼吸到新鮮空氣的感覺 然後地上有很多的標點符號 然後還有很多數字 你直觀的第一感受是什麼 我又覺得我在一個巨大的書頁上 然後那些黑色的部分是已經被書寫的 而這些白色的空格等待著我們被書寫 而剛才一瞬間覺得我跟你是on the same page 因為我們講到就是說你有多重身份 你有策展人 然後這個藝術的評論家 然後還有作家 那麼在這些身份當中 你自己最偏愛的是哪一個身份 我覺得作為作家我會 可能如果能活到90歲 我會寫到90歲 這是從小數幾歲就認定的事情 其他的身份是因為各種基本巧合 所以就能夠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寫作和閱讀 我覺得是會做到一輩子的事情 我相信閱讀給人自由 我相信自由給人閱讀 那對於現代的生活在特別像上海這樣大都市的人來說 你覺得閱讀是不是變成一種很奢侈的生活的一部分 還是說你覺得閱讀跟這座城市還有人的生活的關係是怎樣 我覺得閱讀特別的重要 像剛剛我們一起漫步走過這兒的閱讀是做滿的 對 就好開心 就覺得大家的心靈是在一起的 然後我一直很相信閱讀這個事情 因為一旦人開始閱讀 他就擁有不止一個的世界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走完這個東北完 又覺得又是上海人另外的一種幸福 能夠營造那麼好的一個空間 讓我們可以靜下心來去享受書本的 就像你剛剛講的去跟另一個世界對話 就剛剛在窗台上 然後看下面 我以前不知道普通有這麼大一片 就是像森林一樣的存在 我覺得圖書館也是 圖書館是這個都市的森林 然後人們的心靈可以放在這個森林裡面 大口的呼吸 那當然關於上海有很多的文學的作品 那你個人最推薦的是哪本書呢 繁華 為什麼 就是好喜歡這本書 因為它給到我一個有血有肉 非常有溫度的 然後我熟悉的上海 因為以前別人說的上海 都會往前拉個很多很多年 然後會在一個打光的下面 然後看到裡面的很多 特別精緻的細節 但是繁華裡面有那些 但它更有我熟悉的那個上海 煙火器 煙火器 它的空間是我熟悉的 然後我覺得它是我們的故事 是 然後金老師又是特別上海的一個代表人物 對 所以我知道你跟金老師其實也是很有淵源 以前一起喝咖啡 對 因為當時正好 她剛剛出繁華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在俱樂路上上班 當時有很短的一段時間 是在出版社做主編 然後呢 她是在做協 那時候做協下面還有一個咖啡館 那我下午就去找她聊天 然後她就會下來 然後呢 她就她不喝咖啡 她喝酒 下午就喝酒 對 然後她會在那個霸台那邊 反正寄一瓶洋酒 然後就 老闆就知道她來了 然後就給她倒 所以就是老是存在那兒的 對的 然後她就會跟我講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但是對於比如繁華 包括對上海的書寫 我當時記得一個很深很深的它的角度 她就說大家都會去寫上海 都是紅地毯上的上海 那她想寫的上海 是除了這部分之外 她要把地毯再翻過來 拍一拍 看看下面的是什麼 是 但她還是有紅地毯上那些風光的 但這樣的話就更多激勵 更多很豐富的細節 我也覺得這很啟發我 就對寫作者而言 我們是要看到一個地毯上 和地毯下的所有故事 太好了 那我有一個禮物送給你 跟金老師跟繁華有關 這是 我打開囉 好 這是上海 這是上海 對 跟同事她也是繁華 哇 好美 希望你可以喜歡 喜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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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上海時光 嗯 這是上海的繁華時光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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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對 我 妈妈住在哈喽 多多说 上雨我起 进来切拍住 无声说 我有日梯 多多说 进来嘛 进来的快风景 无忧中国家娘娘说是西藏娘 哈哈哈哈 还记得 还记得 我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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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